HELLO 觀眾好,我是地寶 目前馬娘來到了開服第十天 來分享一下我目前競技場的分布 像短距離的選擇,我選擇了帝王光輝 因為最主要的話一二星能使用的短距離馬真的很少 櫻花爆鏡,然後帝王光輝 然後帝王光輝本身的一個賽程也蠻搞人的 真的很難養 因為他會突然要你去跑一些長距離的比賽 雖然說只要參賽就好了,但是你輸了還會覺得不爽 所以我這邊有稍微揚獸了一下 因為我這邊抽到的寶劍是4件 所以我拿到了免費技能 然後另外我故意讓我的智力跟速度都達到了滿頂的一個標準 所以他的積分洗到了我記得有到一萬三千多 蠻誇張的數字 但是技能還是一樣很少 技能很少 因為競技場如果你想要高分的話 除了要贏之外,你的技能也要開得夠多 那像金技能的話是最優先去點的嘛 所以我們所有的位置都會考慮讓角色去點這個金出雜 全程貫注 因為他在開始的時候會先幫你洗個分數 雖然說對比賽的整體賽程 有些沒什麼幫助 但是他會幫你洗分數 這點蠻重要的 因為未來你想要衝高分 就必須要找一些真的比你弱的玩家 可能是靠速賢流灌上去的積分 然後賽馬上面沒有到很強 然後鑽打他然後邊吃這個甜點去刷分數 像是我這個沙地賽的大樹快車 雖然說他評價很高 但是本身完全沒有太多的技能可以點 新技能的多寡會取決於你帶的SSR的多少 有時候也是靠賽啦 然後再來是看你的角色絕景等級 有沒有夠高 然後再來 這個技能在競技場裡面算不算好發動的 因為有些技能他是點了不發 那你點了等於百點 就好比說我們的鋼之意志 這個技能在所有的技能裡面是排最後的 就是你的一輪技能點完 你發現你的技能點數有多 然後你想要衝平價 那你可能才會點那個技能 但一般來說是不會點那個技能的 所以在未來小北推出之後我們會獲得一個技能 叫做弧線的教授 然後那個技能的話我個人覺得很好開 那另外小北本身就綁定一個位置嘛 所以就等於說我們少點一個金技能 這點還不錯 所以像是我沙地賽的話是我目前最弱的一個位置 因為他分數幫我賺得很少 所以在未來我就會考慮讓角色覺醒到Label3 然後去點我的經濟能 好那我這邊大概講一下我的 現在覺醒Label的一個方向 那目前的話我是讓長距離的黃金船來到了Label5 因為最主要呢 他本身會有帶兩個金葵奈的情況下 我個人覺得養起來蠻舒服的 點了一個金招 那另外的話再配一個圓弧的藝術家 本身的體力只要維持在900到1000 然後速度不要太低的話 那其實在競技場都會有一個很棒的成效 所以這樣子我覺醒Label5的話我需要花45萬的金幣 所以真的是很貴 非常的貴 所以我個人還是推薦可以優先點一些 像是覺醒3就會有回耐的角色 好比說我們的特別周 那另外還有小力帽的話本身有帶一個貪吃鬼 但是點這個技能的缺點就在於 你的跑法會被綁住 會被綁死在前列 因為有一些人呢他的養法跟我不一樣 他可能喜歡讓特別周走居中 然後比較走前列 但現在前列馬比較好養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活動的特別周呢 他有時候會給這個貪吃鬼的技能 然後有時候會給夏威版的營養補給 就看運氣了 但是如果說你有骰到貪吃鬼的話 那你可以讓那隻前列馬跑去走長距離 因為他的耐力已經夠了 那現在我的位置 等於說殺地 我是擺了小力帽跟大豬快車 但是你沒有這兩隻怎麼辦 那你大概也只能選擇我們的烏拉拉 成為其中一名 然後第二位呢會選擇我們的神鷹 但神鷹的話是一個惡心角色 你也要用抽的才能讓他跑殺地 變成是你只能二者贏 但也有人選擇 就是殺地那個位置空了一格 不要擺 這個原因是因為你可以拉低你的整體評價 然後讓你撞到不要這麼強的對手 這算是當初日版有一些玩家的玩法 就是可以讓你維持在class5、class6的一個階段 然後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然後去拿獎勵 因為這個競技場呢 你只要上過一次class6 拿過一次獎勵之後呢 其實也不用說太平了 就是在5跟6之間徘徊就夠了 好那現在英里賽的部分 我個人蠻推薦練這個福特加 因為上一次我偷瞄了一下我的競技場 然後我發現福特加的這個技能好強 然後讓他跑居中 然後可能稍微繼承一下皇帝的大絕 在我們目前經濟的很少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能穩定在競技場包辦前二 技能開始又多 那就是一個多分的秘訣 所以我可能會優先讓我們的福特加覺醒到五等 然後去學這個技能 那另外草上飛 在目前的競技場的英里賽裡面我個人覺得蠻多的 可以稍微點點紅技能 我們刷點分數 但是他是中距離 所以可以不用考慮 然後後面呢有一個狩獵清換 加速力提升我覺得一般般 有可能會來不及開 然後其他選擇 像我目前的話是使用了無聲靈鹿 那無聲靈鹿的話 本身的一個覺醒三會帶拳的貫注 所以在玉城上面比較不容易翻車 因為領頭馬就是怕初始嘛 那這招的話會讓我們初始的 初始的時候降低我們的失敗率 所以你只要速度夠 然後中距離的玉城有驚回耐 那其實在養成上面的話都是蠻簡單的 好 那長距離的選擇到後面的話 除了黃金船以外 我現在的角色是擺艾莉素子 那艾莉素子呢本身是帶一個 驚回耐的大招 這點的話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優勢點 那我會讓他跑前列 那另外一個選擇有人說 當時的日版競技場 前列馬使用率很高的話是超級小C 但他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是在玉城的時候呢 他會有一個額外的事件叫玻璃心 會讓所有的訓練 會有5%的失敗機率 那玩過馬娘的都知道 有時候光是1%都會失敗啦 更別說5% 所以說如果你沒有帶美妙之次的話 就沒有辦法降這個5%的失敗率 如果你美妙之次的第一個事件選3 練習上手 那可以減2% 每一次按會有3%的失敗機率 這樣的玉城還可以啦 他的優勢也是在他本身內建一個回耐的技能 但是如果你想要拿到圓弧的藝術家的話 你就必須 花重金 把這個技能點到Label 5 現在我相信 大家應該是沒錢啦 太貴了真太貴了 現在金幣 你光是要拿去升資源卡 你就沒錢了 真的很麻煩 那另外長距離還有一個選擇 可以選我們的重砲 因為重砲的話 一樣也是在我們的耗轉歇息 Label 3的時候可以點一個金回耐 所以 我們在小西加內建的情況下 他本身有兩招金回耐 你只要把耐力撐到800、900 那其實他跑長距離也是OK的 然後你可以讓他跑很多的位置 你看他這邊 領頭、前列、居中、後追都行 但我個人會選擇讓他跑領頭 因為長距離的領頭真的蠻稀少的 但他的弱勢點是在他的大局也不太好開 你看 你走領頭 那你要怎麼在最後彎道的時候跟人家競爭 有一點難 有一點難 那 長距離還有這個麥坤的選擇 然後之前有投秒一下大丸的教學 就可以考慮讓他走領頭 那這樣他大學會變得比較好開 然後至於這個教學呢 過幾天他應該會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 他整體還有一個利多的原因是因為 你讓他跑領頭 他的覺醒Label不用到5 他到2就好 我覺得光這一點 就是 就蠻值得投資麥坤 那我個人的選擇的話會優先黃金船嘛 然後第二隻可能會選麥坤 第三隻呢可能會在 艾力素質呢跟小西選一個 但是真的要說育成簡單度的話 我個人覺得艾力素質一樣起來比較簡單 真的簡單很多 好那中距離人才就很多了 就好比說我們下一周會推出的波旁 我們的領頭馬先佔一格 然後先行馬呢 我們的帝皇啦 特別州啦 這些都可以上 然後像是你有什麼都可以上什麼 你可以上大盒 然後是能力值夠高的話 也可以選擇讓好歌劇上 後面都是看一下他的大學能不能影響戰局 像皇帝的話我個人選擇會讓他跑這個中距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他的育成 有一點點的麻煩 因為有一些馬匹的育成 在賽程裡面會擺英里賽 那像特別州跟我們的皇帝 大概在第二場育成的賽事裡面就會跑英里 那這個時候你只有一個贏法就是 走領頭 然後速度夠快 你就會有機會贏 但這個速度呢 我每次都要撐到300多快400 而且還要靠賽會贏 這點很煩 所以我比較不喜歡讓他跑長距離 就是因為這個事件 真的很討厭 反正現在你的戰略思維就是 慢慢的去農你的資源 然後去把你的免費的資源卡升滿 就像我們現在的特別州 慢慢的把它練滿 那現在練滿的話 你看我現在要花十幾萬的金幣 外加好幾萬的SP 而且這點的SP呢 是我很快的把馬娘升滿之後 然後去練出來的一個數量 我目前已經養到了一百多隻 一百一十幾 其實老實說真的滿累的 現在不管是金幣或是SP 都是爆缺的這種 但是SP相對 對於課長來說相對比較便宜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拿體鐵去交換 但是金幣呢 不行 金幣要你一手一手的慢慢的 然後在前一週之前 有一些人還把錢拿去買這個角色碎片 只能說那個時候大家太年輕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那時候大家會有錢嗎 因為新手任務會給 現在你少了這個金幣資源 你會發現 哇 我的錢怎麼不夠 那也是滿合理的 那個特別週 在影片出來過後 大概一兩天 我們就可以把它塗滿了 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可以在這個 故事裡面去把它看滿 因為現在的話 我們的活動故事來到了第四話 看到第八話的時候 可以獲得最後一張 那現在比較尷尬的點 就是我們的轉盤 轉盤第26次的時候 會給一個 你轉盤上面沒有的 所以理論上滿好農的 那我是兩天把它農完 其實有點超標啦 因為我第一天的時候 然後分數來到二十萬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呢 我打到四十萬 其實 光是這兩天的量 就是平常人十天的量 因為有時間多 真的慢慢弄 平均就是盡量把每天的好友資源 花完五次 我覺得這是最優先的 因為好友的馬很強 對不對 那只好好友的馬出一個三星 你再出一個三星 那他變六星 哇 那這樣的話 你後面養的所有馬皮都會變得 養起來很舒服 就好比說現在 現在我只有兩隻這個 三星英子的馬 變成是我永遠都會在我自己育成的時候呢 綁那兩隻 我綁一個三粒的 再綁一個三數的 永遠都會長這樣 但是如果你選擇性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去凹一些 我們的四星雙圈 然後讓它去拚什麼UI的因子 那這樣的話會讓你的數值分數 慢慢的往上跌 變得更高 好啦 那以上就是為了一個整體分享 那希望各位 因為最主要的話 沒有太多的重點 重點就是 我想要把什麼資源放在什麼地方 優先 那現在的話 這幾天把我們的福德加練到覺醒5 然後 讓它上競技一場 看有沒有一個好成績 好 那我是利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各位掰掰